耶利米书 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在那里宣讲这话说 所有从这些门进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这地 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 这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 彼此诚然施行公平 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不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这地 就是我从古时所赐给你们祖先的地 从永远到永远 看啊 你们倚靠虚谎无意的话语 你们岂可偷盗 杀害 奸淫 其假事 向巴黎烧香 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说 我们平安无事 为了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呢 看啊 我真的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到我的地方 试罗去 就是我先前 在那里立为我名的居所 查看我因着百姓 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方所行的事 现在 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我一再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我呼唤你们 你们也不回应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 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 你们所倚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祖先的地这样行 正如 我从前向世罗所行的 我必将你们 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所有以法连的后裔 所以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为他们向我祈求 因我不听你 他们在犹大城镇 和耶路撒冷街上所做的 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孩子捡柴 父亲烧火 父女揉面 做饼 献给天后 又向别神 献 交酒计 惹我发怒 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 不是自己惹祸 以致脸上惭愧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 倾倒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 它必燃烧 不会熄灭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要将凡祭 加在你们的祭物上 又要吃肉 因为我将你们祖先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凡祭和祭物的事 我并没有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 这一件事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走 我所吩咐的一切道路 就可以得福 他们却不听从 也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的计谋 和顽梗的恶心去行 不尽反退 自从你们祖先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每日一再拆遣 我的仆人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你们却不听我 不侧耳而听 竟映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的祖先更甚 你要将这一切的话 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你 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回应 你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听从 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不领受训会的国民 诚信 已从他们口中 消失殆尽了 耶路撒冷啊 要剪头发 扔掉它 在光秃的高地唱哀歌 因为耶和华 弃绝 离弃了惹他发怒的世代 犹大人 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将可憎这偶像 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里 玷污这殿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在心嫩子骨 建造 托斐特的秋坛 要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我心里 也从来没有想过 因此看啊 日子将到 这地方 不再称为 托斐特和心嫩子骨 反倒称为杀戮骨 他们要在 托斐特埋葬尸首 甚至无处可葬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这百姓的尸首 要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无人吓走他们 那时 我必只惜犹大城镇和耶路撒冷街上 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 因为这地必然荒芜 原来的详细